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3 2 1 4 3 2 1 报 好了 可以打到呼 你可以打到呼 多多人 5 2 4 5 3 1 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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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逆的想法吗 不做一些善逆的事情吗 有 像是有人说我考不好 然后我就考了世界的一名 你要这么说是可以了吧 实话说清楚 实话说语 说多点 不要就是像我问你们这样 牙膏似的极点来点 好吧 戴起来试一下吧 戴起来试一下 两次的年纪会就是要 全新的给大家 唱歌 跳舞 然后各个人都要让大家看到 没有一个质的飞跃 今天呢 在这里唱歌 是声乐老师叫我锻炼打亮 希望大家能喜欢 一年后 和王俊凯一样 王源也被刑判选中 当时老板来看一下说 这个小孩长得不错 可以 就OK了 面试就成功了 我一句话也没有说 就OK了 OK了 没有特别想要当明星什么的 就觉得是学习很枯燥乏味的生活中 星期六星期天可以去唱歌 还是挺有意思的 没有其他想法 一两个月我都不知道是干嘛的 反正就是他们训练我要跟他们训练 周围的人退出了我就 完全没有任何的思考 就觉得是麻木的 他们走了就走了 然后慢慢地自己就适应这种生活 然后就有规律了 习惯了练习生的生活后 原本只是过来打发时间的王源 也萌生了要当明星的念头 我因为现在在学钢琴嘛 然后也想过以后 会自己原创一些歌出来唱 就像我的偶像周杰伦一样 为什么喜欢周杰伦呢 第一就是因为周杰伦和我一样帅 第二就是因为周杰伦会弹钢琴 然后唱歌唱得也很好 每天都特别累 身体上的身心上 当然就特别累 然后你如果放弃的话 就完全没有不可能放弃了 就是你知道未来越走越好 就肯定要坚持 训练和生活的视频 试图将很快 王源也通过这样的方式 在网络上积累了自己的粉丝 当时也就很简单的一台机器 就是很普通的小时常机 然后就给你录了 然后发到网上去 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反响 但是后来就是那个一个像家的一个像秋天 突然被很多人看见之后就特别兴奋 傻乎乎乎乎乎这样摇头放脑地唱 但是当时的话确实是有很多人很喜欢我们 学家老师然后各种认识你的人都没有任何的改变 但是发现自己在网上有一定小小的影响力之后就觉得挺差异 就是一个字就是装 就是看见那些原创那些视频怎么唱的 我就怎么装 就一点也不懂 然后就装像 就装 装得很像 很懂的那种 其实一点也不懂 自己去唱 我今天晚上会走这首歌 你可能自己感觉一下稍微有些耍帅的一些动作 学歌练舞啊一起玩游戏啊 就觉得什么都是三个人 这状态很好 因为三个人组合的好处就是在可以 那个只长不短嘛 然后我可以向他们学习其他 他们也可以向我学习一些 真名别只是那片子 如果我从八岁开始争持一些事情 如果我到了十八岁 你是不是会有新的精神 你三层外三层全是人的时候 你就完全已经镇镇了 感觉这场一定不能失误 一定要好好表演 心情绪是人 他会需要很多的努力 很多的提升